大家好 我是唐碧霞 相信不少朋友已經為明年套年準備了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我的原學心得和十二生肖運程 熟悉的朋友來到套年 你們今年是形態歲的生肖 形態歲亦代表人際關係方面有少少差 同時形態歲亦代表個人很容易心碎不靈 不過亦不需要太過擔心 因為熟鼠的朋友 你們今年是正桃花的新潮 今年見到紅聯星動 所以單身的鼠仔鼠女 今年亦很容易遇到心儀的對象 同時如果已經有伴侶的朋友 今年亦很容易有天丁之起 所以有一個紅聯星亦可以化解形態歲的影響 不過今年除了有一個紅聯星動之外 亦都見到鹹池桃花星 鹹池桃花星亦有一個霧水情緣的意思 所以熟悉的朋友 今年你們的桃花實在太旺 如果你本身有拍拖 或者已經結婚的朋友 一定要小心處理和伴侶以外異性的關係 千萬不要太過熱情 吉星方面同時亦都見到天德吉星 天德吉星代表上天之德的意思 亦都代表有人幫你的意思 同時亦都見到六分星 六分星亦都代表著朝廷諷樂的意思 所以新一年亦都很容易加職 加薪和升職的意思 空星方面 就見到一個捲舌星 捲舌星亦都代表著一些口舌 是非亦都比較多些 工作方面再加上形態罪的影響 人際關係處理方面亦都要特別特別小心 同時亦都見到披麻星 披麻星亦都是一顆 對於健康運比較不利的星 所以建議屬鼠的朋友仔 亦都可以在苦年的年尾之前 去醫院做一次詳細的身體檢查 整體來說 屬鼠的朋友仔雖然是型太歲的生肖 不過幸好桃花星亦都比較旺 只要小心處理一些異性關係 那就沒問題了 順猶的朋友仔來到肚年了 今年你們就從太歲無衝無合 所以整體的運程來說 亦都比較穩定和平順 今年亦都是你們的財運年 所以投資方面亦都可以大膽少少 亦都可以用一個刀仔鋸大樹的方式 看看可否儀小獲大 但吉星方面就真是不好意思 因為今年就是欠風的 空星方面亦都比較多 首先看到一個吊客空星 吊客空星代表著容易出現一些 手腳受傷或出現一些小意外 所以熟牛的朋友仔 今年千萬不要做一些高危險性的活動 例如滑雪、潛水 或者高危險性的機動遊戲 這些千萬不要隨便參加 同時亦都看到有寡宿生 正所謂男技孤神、女技寡宿 所以牛女今年和月伴侶相處的時候 真的要留點心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看到寡宿星 亦都會覺得伴侶不是太過了解自己 或者經常都覺得伴侶跟自己不太合 建議你有些什麼 不妨直接跟你伴侶說 亦都可以對於你的人仔關係 會有所互和 另外 亦都看到空星 看到一個披頭星 披頭星 披頭星是一顆對於健康運 和家族運 比較欠佳的星 所以熟牛的朋友 記得去醫院做一個詳細的身體檢查 自然可以以防萬一 平時間中也可以食肽 或者做多些善事 也有提升到你自己的福德 和你的福布 整體來說 熟牛的朋友 雖然你們今年不是犯太歲的身超 不過由於腳性獻複 所以凡事也要靠自己 熟虎的朋友 來到肚年 終於脫離上年 直太歲的影響 相信去年 你亦遇到不少的變化 包括在感情上 工作方面 財運方面 住屋 甚至健康 亦遇到不少的變化 假設你去年 有做起事充氣 例如結婚 添丁 買樓創業 你今年的運程來說 也相當不錯 假設你說 沒有 我去年沒有做過任何喜事 可能你犯太歲的影響 就會延至到套年的春季 所以熟虎的朋友 在頭三個月 也要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但好幸運 今年也是貴人年 所以貴人運 也相當旺盛 如果熟虎的朋友 今年遇到任何難題 也會有貴人幫忙你的意思 吉星方面 首先見到金義星 金義星也代表著 古時候皇帝 或者一些皇親貴族 出秦的車 也代表著 今年的財運相當不錯 工作方面 也可以得到相當的提升 康星方面 我們也留意一下 看到有病符星和蜜月星 病符星和蜜月星 代表著甚麼呢 第一時間 病符星當然是代表著 今年很容易有些小病小痛 所以熟虎的朋友 今年一定要特別注意健康 平時也可以吃一些適當的水果 平時也做多些運動 同時間也見到蜜月星 蜜月星也代表著 可能去年因為犯太罪的緣故 而今年需要適應一些新的環境 可能因為去年轉換了工作 所以新一年就是有些新的工作環境 來到工作的意思 總體來說 其實熟虎的朋友 今年的運程都比上年好不少 熟透的朋友來到套年 就是犯太歲的新肖之一 而你所犯的太歲 就叫做直太歲 正所謂太歲當頭作 無喜恐又禍 在犯太歲的年份 最重要是做一些喜事充喜 甚麼為喜事 結婚、添丁、買樓、創業 這些也是喜事 只要做多些喜事 自然可以改善運程 還有犯太歲的時候 記得在2月4號立春之後 也可以去雙屬的廟宇攝太歲 整年來說 其實熟透的朋友 雖然是犯太歲的新肖 其實你們的運程來說 也認真不錯 因為今年就是你們的貴隱年 所以事業上 也有貴隱幫忙的意思 至於吉星方面也比較多 有兩顆跟財運有關 就是金貴星和玉堂星 金貴星顧名思義 代表著裝滿金錢的貴 所以新一年來說 正財運也相當不錯 至於玉堂星 代表著金玉滿堂的意思 所以今年來說 無論是正財和編財收入 也相當理想 至於工作方面 見到有文昌星 所以從事文職工作的朋友 金面就有機會大展紅圖 工作方面就更上一層樓 另外也見到象星 象星代表著大象之財 也代表著領導才能 所以從事無職工作的朋友 例如一些紀律部隊 或者工程建築的朋友 金面你們的運程來說 也相當不錯 講完吉星 空星方面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首先我們見到有劍峰星 劍峰星就是代表著 容易被一些金屬來受傷的意思 所以屬套的朋友 出入的時候 特別是過馬路 記得要睜大眼睛看清楚 同時也可以在農曆二月 和農曆八月 也可以去捐血或者洗額 化解血光之災 另外也見到有福斯空星 福斯空星 都是一顆對於家宅運 和健康運一般的星 所以屬套的女生 記得要做一個詳細的副科檢查 整體來說 屬套的朋友雖然是犯太歲的新潮 但整體無論是財運 事業運 亦都相當地不錯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關於2023年兔年的運程 甚至乎我的原可分享 那就記得要購買 躺逼下套年運程書